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过去不可追 未来才是希望 把握现在天天赚大钱 我是徐明兄 今天台北股市 现在是12点的时候 现在是上涨22点左右 今天还是一样 今天像美股来说 我跟你说过 现在美股来说 已经在一个高档地方在盘整 每一天压缩空间都不大 空间很小 美股像稻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稻穹昨天 这次很小的涨跌幅 昨天小跌52点 然后沙尾盘 纳斯达克是小涨 那废半来说的话 昨天废半也一样还是有点小跌 0.5% 这我之前有跟大家在说的 像废半来说的话 他们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废半 从这个高点 他突破高点上周四 到今天到昨天晚上为止 几乎都在横盘 其实都在横盘 那整个空间是压缩的蛮小的 我的看法是他会稍 因为涨力多 现在已经其实大部分的力多都已经 大概都结束了 像该降起的也降了 中美贸易战争 中美贸易的一些谈判 也陆续在进行了 那也都大张 也算大张旗鼓的在进行 也其实都已经大概 你如果近期看的话 大概都已经是已经 力多都已经 已经出来 那 有没有再上去 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上去 没有上去的话 我的看法他会先拉回来 昨天是有小拉回 我的看法来说的话 他是拉回来输的话 他速度不会很快 他是会慢慢的下来 会慢慢的下来 那如果我们来 如果以我的看法 像我的看法 像费半大会下跌的话 那我们 我们期货来说的话 台股的期货来说的话 要怎么超速 当然要空 那期货当然是要做空 那我在之前在 9月17号 我们在礼拜 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我也在这个节目上 我也告诉你说 像我们 我们是 有说到 这个 台子期 9月17号 我就预估9月18号 在一点的时候 他会拉高到最 拉高到一点 拉高到一点 那就开始要偏空来操作 那也果然也到了礼拜三 那结算的时候 我们这周的 这周的结算 当然结算的时候 当然不是要叫你去做 那个结算那个价 那个9月份 当然是要看10月份的 那9月份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在 已经是在结算了 一点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结算了 我们讲的是 当然是要讲 10月份的合约 拉到 他拉到几点 拉到一点 拉到一点的时候 大概是 几乎是最高点了 最高点是10920 那就开始 开始 拉回来了 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的预估 像 我的预估也是在看 我的一些指标来说的话 我也是看一些 像费办 费办 道琼 纳斯达克 这些都是要去参考 那我们近期 像还有我们台股来说的话 当然电子期也是满重要 电子期过高 但是我们的 电子期有过高 但是我们的大盘 像大盘是没有 它还是没有过高 只差一点点 大概一点点没有过高 那一点点 差一点点没有过高 那昨天的费办呢 这是昨天的费办 昨天的费办是开高 那走低 那这个我们是用60分钟线来看 他是开高走低 这个费办 以近期来说的话 几乎是 几乎是每一天都在 接近都是在越走 越走是越低 越走越低 昨天 昨天还是有 还是小跌一点点 因为近期就 就如我所说 压缩空间是蛮小的 不会 现在近期 那还是要等 还是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现在高档的地方 高档地方 可能会稍微再震荡一下 那稍微再震荡一下 那像如果操作上的话 也可以像期货的话 也可以选择做选择权 那选择权 因为少量的资金 先去进单 那开始获利的时候 开始获利的时候 就是开始要 大幅的 开始在获利的时候 就是要开始要来加码的时候 当然那选择权来说的话 这选择权来说 如果在操作上 你不能用太大 你不能用太多的资金 你可能一次下下去的话 大概是 大概你的 期货的资金 可能是在 在十分之一 或是 或是更少一些 那等到开始 有获利了 才开始人加码 不然的话 你就维持那笔单就好了 这是 这是期货的选择权 那期货来说的话 他在操作上 算起来是比较单纯一点 就会比较单纯一点 那选择权会比较复杂 选择权在这个节目上的 为他来讲的话 然后他要讲到一些 很多 太多了 那选择权 那是 他比较复杂 他是比较复杂的 那期货来说的话 相对上来说的话 是单纯多了 他是单纯多 这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近期的话 台积电 我们今天台积电台股 台积电今天 今天还有 今天都在平盘 昨天 昨天台积电在ADR是小跌而已 今天我们台股 台积电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台积电都在平盘 整天都是在平盘附近 今天 整个废半也没有动 他今天早上 现在是小跌 平盘附近 台积电 那也是在 昨天来说的话 昨天有除息2块钱了 昨天有除息2块钱 那这还要再加2块钱 那这是265多 还加2块钱267块 也算是有继续有在 还是有 还是在维持的在震荡在 还没有在走高了 已经没有在走高了 因为已经连续有好几天 这样来看 没有再走高了 连续 其实大盘来说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大盘现在 高点也没有过 高点 每一天都开始 没有办法再过 高点没办法再过前高了 我们大盘 那也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操作上来说的话 操作上还是要注意一下 像我们在操作期货来说的话 当然是要看整个 每一天 到底他们整个结构 这整个结构来说的话 看起来 当然这整个趋势看起来 是要来做多 这趋势看起来是要来做多 看起来 那实际上来看的话 像一些小气节 我们台股不可能说 零价于国际之外 不可能 我们还是会跟着国际盘 所以以我的原判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台股 现在的价位来说的话 台股的位置 已经算是满高的 这位置算是满高的 我们现在是在10913 10913 现在位置算是满高的 那你在操作上 像如果股票的话 那当然是 股票当然是会跟 会跟这个大盘来说的话 当然会不太一样 个股 个股的表现 当然会不一样 每一个产业来说的话 它可能它的一些 它的档旺季 那就很大 非常大的差别 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个股来说的话 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些表现 这是必然的 那大盘来说的话 今天的整个空间 今天整个空间也压缩得很小 几乎一开盘之后 一开盘 那我们高低点今天只有27点 高点和低点的地方 政府非常小 一开之后 整个政府非常小 空间很小 那整个像今天的量来说的话 今天礼拜五 今天是周末 那礼拜五的话 大家的量能说一点点是算 蛮正常的 算很正常 那如果现在 像以雅谷来说的话 雅谷今天大概都是一样 都是小红 都小涨 这雅谷来说都是小涨 没有今天没有什么样太大的表现 跟我们其实跟我们台股 差不多 今天都差不多 那期货来说的话今天是 期货是比较有表现一点点 今天期货现在是1089 差不多 因为刚才上节目的时候 是期货是有涨了35点 那现在期货是上涨25点 那这是期货 今天台子齐来说的话 今天一样 他的空间还是一样也很小 我们来看一下台子齐 今天的高低点的空间 也是非常小 反而是夜盘来说 今天台子齐的高低点 高低点今天是在10884 高点是在10 大概是10916 今年10916 整个空间大概总共加起来才 大概是有 大概28点 10912 总共加起来才28点而已 那整个空间压缩得非常的小 压缩得非常小 今天来说的话是整个盘市 大家其实都在观望 现在就像美股的废半 我跟你说还是一样 它整个还是一样都在观望 观望只是会跌 跌幅不会太大 它只是每一天可能会跌一点 跌一点 这样子来 这是我的看法 台子齐来说的话 我们台股现在 以现在整个盘面上来说 大概还是一样 围绕的整个产业来说的话 还是在一些比较重点的产业 就是未来的产业 就是像5G 这一方还有一些 这些比较有表现 其他的还有就是手机 手机就像5G的手机 现在各家都在准备在出 最近在出5G的手机 现在台股现在还是 大盘今天是其实也没什么样的表现 因为今天大概 我的大概也是维持 现在是12点11分 可能今天维持 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大概都是这个空间而已的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期货的话可能会 稍微大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 那还要再看 还要再观看一下 那我们近期来说的话 操作来说我们会 还是会选择来做期货 那如果这个期货它如果 我们是现在先用小单的这样来操作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开始有 大盘有开始拉回的话 我们会开始 终于要来加码这个期货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在属于比较盘整的一个空间 所以压缩的空间都非常小 这台北 我们台北股市是还有持续在往上攻 看起来是在往上攻 但是它整个格局来说的话 格局来说的话 是高档开始已经开始不过高 所以说这些 这个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手中的一些股票也一样 手中的一些股票 它如果在很高档的位置的话 那开始不过高 你也要开始要注意 这我在要避开 要避开的股票 高档震荡不过高 要赶快先出 在5月3号 我已经 今年最高点 今年高点的地方 我已经有给你提醒过一次 7月23号 在一个高点的地方 又提醒你一次 这是10994 再接下来就今天 今天 今天的价位是在 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高点是10931 10931 这个数字你稍微记一下 今天是在9月20号 我提醒你 你有手中的一些股票 高档不过高的话 你要稍微要注意 还是要粗调 因为现在开始 现在都是在涨那些 创新高 再创新高的一些股票 其实 盤面上其实 能够涨的一些股票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你可能你要稍微要 股票上的话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期货的话 等到它整个盘势 整个拉回 开始拉回 我们就要开始要重压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你如果需要的话 在广告后有电话 可以来咨询 我们下阶段 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些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拨通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定达重复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定达重复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 不再忘读 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开吓 你还在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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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星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怪 三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化疑等 就对 欢迎回到现场 在操作股票晋级来说的话 旁边上看起来好像 那些涨的股票 好像很好赚 其实你如果细看的话 那些股票 你就算你能够赚 你也只能买很少量 买得很少 你能够赚得到多少钱 就像近期创新高的一些股票 像很多重新高股票 那些股票 你敢买 你敢重压吗 不可能 你不可能重压的话 你怎么会赚得到大钱呢 你怎么可能会赚得到大钱 那你如果去做那当中 重压当中也没用 他一开就开高 你也没得赚 所以操作上来说的话 还是要从哪里开始操作 还是要从哪里 像这档股票 现在还处在一个低档 这是他的周线 还处在他的低档 这个礼拜才第一根红 还处在低档 第一根红 这种股票 像操作上这样子来说 你才有办法 你才能够 他开始上涨了 然后你开始再来加码 像那个已经在创新高 那个你已经留给别人赚 可以啦 你买的话 可能买个四个一两张 赚一点点买菜钱而已 那种股票 你没办法赚到大钱 你也买不下手 买多了你 你睡得早吗 你怎么过日子 睡不着的话 怎么过日子 当然是要来买像这种股票 他第一档才开始起涨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 这种股票 你才有办法中压 这样你才能够赚得到钱 就像我们之前 我们在操作的 像我们 像环球晶 环球晶来说的话 我们是 当然我们的会员是更早 更早卖 其实我们今年的环球晶 我们已经有操作过好几次 在这一段6月26号 我们有操作过一段 6S6 大概是我们买在300块附近 我们到了大概是卖在340块左右 那我们先坐一趟 这是6S6号的新闻 那半导体乌云造领 当然这个已经是 这个以像这种新闻来说的话 它已经是 其实已经 它已经是过去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像这些库存都已经知道了 库存 当然像 要买的话 当然几乎 几乎已经杀到最低点 几乎是杀到最低点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操作 那先做了一段 当然我们没有卖到最高点 我们没卖在最高点 还有这期间中 这期间还有一个那个除悬席 我还没有去算除悬席 我还没有算除悬席 我们价差是40块 除悬席的话 那另外算 这是环球经 那现在呢 那环球经我在9月2号 我们来看一下 9月2号 9月2号我在节目上公开告诉你说 环球经 你如果要买 那当然我们已经 这个环球经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看起来是长一段了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细看的话 细看的话 他几乎还在底部 在中长期来说的话 他是在底部 还在底部 我跟你介绍的时候 我没有 我没有 不会给你介绍 在这种高档的地方 这种高档的地方 我 我会来告诉你 要 解码 或是 还是要 赶快出调 那9月2号呢 9月2号 9月2号这一天 我还推荐你 告诉你说 要买要买环球经 那 不要买哪一档 2327 国具 你看 他连续已经盘了多久了 这一天你如果 这一天如果冲进去买 这一天好消息涨停板 隔天再开高 你走 你冲进去了 从9月2号到今天 9月2号233 收233 那到今天呢 到今天9月20号 232 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 每天还要冒 那么大的风险 而且还没赚到钱 那不是气死人了 6488 有同样吗 完全不一样 多少钱呢 今天313 9月2号 我跟你介绍的时候是在290 今天313 这样多少 23块 10张 买个10张也可以货利个23万 这样23万 而且他是慢慢的跌高 他没有急功 他从来都没有急功 他是慢慢慢慢慢慢涨 要等到利多出来之后 才会强功 要等到利多之后强功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把股票换钞票 这是我们的操作方式 那我也在节目上也公开 像这个环球经我是公开操作 在节目上也要跟你们说 那也直接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买了 可以自己去买了 那现在呢 现在环球经呢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还是会 还是会慢慢的 慢慢的跌高 还会再慢慢的跌高 像 像被动严建 大概可能他们 接下来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 接下来他们的 他们的一些毛利率 因为他们的毛利率 现在实在 像国具来说的话 是降幅非常大 降幅太大 所以我在节目上公开 一直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 先要注意 要稍微等一下 如果真的他们开始的 他们真的是整个开工率 毛利率开始往上 开始往上 我第一个 我来节目上来通知你 我来通知你 我来告诉你 要怎么操作 要怎么做 我再告诉你 像现在来说的话 当然 现在环球经还是有涨一段了 还是有涨了一小段 大概还不到 二三块 二三块还不到 还不到时辰 大概八%而已 还有大概八% 操作上来说的话 像我们还有 给你推荐的像金居 金居来说的话 今天还有再创高 今天再创高 他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 六二一三 这个年貌 年貌涨到都已经有 一百七 涨半天了 八三五八 从八月份才开始涨 他是算比较 当然他是 他是做一些 同伯基板的一些上游材料 他比较晚 比较晚几栋 算比较 这一波来说的话 算比较晚几栋 那当然 当然他现在来说的话 看起是有一点点 在落后补涨 也的确 现在以现在来看的话 他是有在落后补涨 有在落后补涨 那法人这一段 法人这一段也是 陆续的也在 有在进场 那所以这些股票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档股票像 像齐鸿 我在九月十七号告诉你说 不要再杀了啦 3017齐鸿 我叫你不要再杀了 九月十七号这一天 这一天 大黑棒这一天 这一天有利空消息 那郭明奇有说到 这个散热的事情 我叫你不要再杀了 那现在反弹 那反弹之后 可以说反弹之后 要出再来出 要出反弹之后再来出 那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如果看我节目的话 像这是齐鸿 那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还主在低档 这种股票你才有办法 让你赚到大钱 你才有办法重压 那欢迎来拿这份资料 也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则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并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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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投资人 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7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轻轻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并自负 核心超强团队 帮助您不再 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并自负 核心超强团队 帮助您 不再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另打总部 核心超弹团队 帮助您 不再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币 已经超额 会